想洗热水澡 冬天时温度不够热 到了夏天却又觉得太烫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困扰 可以使用恒温热水器 但你知道吗 恒温热水器厉不厉害 段数才是关键 过往将三段火牌 升级到五段火牌 可以有更多段的控温 可以更精准的让热水 最少温升凉度 那涡轮增压可以让洗澡热水 它的流量更多更快 分段火牌就能达到精准温控 传统三段火牌 在温控表现上仍有差距 五段火牌 晋级数位恒温2.0 可以不受天气影响 安心调控水温 用户可以直接在手机上 就操作温度的调整 或加热模式的调整 运用IoT物联网 透过手机就能直接控制 强调节能省电的热泵热水器 更贴近店家高涨时代的使用需求 这一次我们为了欧盟的一个推动 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体式的机种 也都使用了R290的环保冷煤 我们不但在压缩机 做到了变频的压缩机 并且我们在风扇的部分 也做到了变频 热水用电 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用电占两层 慎选这个能源 这个耗电一级的产品 会让消费者得到确保 洗个澡不再怕忽冷忽热外 想要喝到干净无余的水 升级版的净水器 不占空间外 透过聪明的设计 还能轻松喝到温热水 此外SPA座域腐具 解决了长辈无法站立洗澡的烦恼 全方位从消费者角度出发 带来更节能方便的生活体验 东森新闻 陈思豪小景云 在台北采访报道 电视频发表圣点